四地的苦地及吉地以约略说明 我们说过所有的问题都围绕在这个苦 那么苦怎么来 那么就是吉 现在要说缘起法门 缘起就是吉苦相生的述的说明 那我们说过缘起有两个 一个就是痛苦怎么形成 生死怎么形成 一个就是解脱怎么可能 这个叫做流转的跟缓灭 但是之所以缓灭 那是因为有流转 无灵灭则洗灭 洗灭则失灭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说缘起就是吉苦相生的述的说明 吉苦相生 这个吉苦极灭到这个吉 吉是什么苦因是什么 前面讲就是烦恼跟业 因为业所以有苦有生死 我们说过因为生死 所以生死当中含种种的苦 那么苦是从哪里 因为有生死所以有苦 就是有生死所以有苦 那么苦是由业来 就是苦生死的这些苦是由业来 业是由烦恼来 那烦恼就讲到烦恼的根本 无灵跟贪安 就讲这个 那么这个就叫做吉 苦苦吉 那他说这个是述的说明 就是无灵原形形原事 我们讲到十二元起 无灵原形 因为无灵所以造业 因为无灵所以造业 无灵贪安然后造业 因为造业所以感召生死 然后这个是从三世两重来说 是明色六路处受爱取有 无灵原形形原事 是远明色明色源六路 六路缘处处缘受 受缘爱缘取取缘有 就这样起缘有缘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就生死来 就是苦生死 那么生死 那么是怎么来 因为业 业怎么来 当然烦恼 就这样 就是获业苦 获业苦 树的说明 那中间 获业这个是五蕴身心 那怎么样来投胎 然后爱取有 又造业又起烦恼 你因为烦恼 然后造业 那么感受到这个五蕴身心 有这个生死的苦 那么又因为这个苦 因为这个五蕴身心 烦恼 起烦恼 爱 取 然后又感召未来世的 未来世的这个身心 然后又受苦 就这样 循环 获业苦 获业苦循环 这个是获 然后造业 然后有这个五蕴身心 就生 这个生 又开始 有这个 现在这个身心 现在这个身心 又出处受 然后又爱 又启烦恼 又取 又直取 然后又有未来的身心 这个有是未来 未来你就会投胎到哪一道哪一道 依你的善恼业 然后又有生死 然后这个生死 又开始就这样循环 所以他说 这个是 己苦相生的 素的说明 那么要知道 不只是由己而生苦 就是烦恼 那么生苦 苦也能起己 己是什么 己就是烦恼的业 现实 我们受痛苦的时候 又起烦恼 起烦恼又造业 造业又 又导致未来的痛苦 简单 用我们常见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因为穷 那穷是因为过去的业 那过去的烦恼 跟过去的业 造成现在的贫穷悲戒 那么你又因为现在贫穷悲戒 感到苦 那么你又去偷告 就这样 那么你又造成你未来是更贫穷 更悲戒 就这样巡逻 所以要知道不只是由己而生苦 苦也能够起己 那么你之前对你的态度不好 所以今天人家抓到贵人 修理你一顿 你因为被修理 你就起烦恼 对他态度就更不好 然后他再找机会 在修理你 暗中修理你 那么你就更恨他 就这样 越冤相报 不就是这样 所以不只是由己而生苦 苦也能够起己 因为苦而起烦恼 因为烦恼而造业 因为造业又受苦 因为苦再起烦恼 轮回就是这么来 那怎么样办这个轮回 受苦的时候不要起烦恼 你说师父 受苦怎么可能不起烦恼 可能吗 可能 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受苦 阿罗汉也受苦 佛陀也受苦 可是怎么样生苦心不苦 所以才要修行 你真正了解 你真正了解苦因 你就会想办法使你这个苦 你知道你的痛苦 是从你的烦恼来的 你就会想办法调伏你的烦恼 就好像很简单 你因为紧张 然后胃痛 那你当你知道你紧张会导致你越痛 越紧张胃越痛 越紧张胃越痛 这个时候无论如何 也要想办法让自己不要那么紧张 为什么 你只是越紧张越痛 越痛越紧张 你会想办法让自己不要紧张 如果你真正知道你的紧张引致导致你的胃痛 痛起来你就更紧张 怎么办怎么办 越来越痛 越紧张越痛越紧张 所以当你发现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会想办法让自己不要那么紧张 你看 当你发现你的痛苦是由你的烦恼 你的烦恼是由你的烦恼 那么你即使没有办法不起烦恼 你也会想办法起了烦恼不照烦 即使没有办法不照烦恼 你也会想办法不要照那么重的烦恼 很简单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你清楚这个痛苦怎么形成的 其实很重要 所以不只是由急 就是烦恼跟业 前面讲急是什么 就是烦恼跟业 苦 苦怎么来的 业怎么来 因为烦恼 烦恼其实因为无止 所以不只是由急而生苦 苦也能够起急 因为苦又起烦恼 如众生在感到了生的苦暴之后 依此业感的身心苦果 又有烦恼与业的不动 所以烦恼跟业就是急 所以苦与急是互相勾引 互相残缚 互相残缚 也就是辗转为因果 苦是一种果 但是因为苦又造业 又起烦恼造业 又成为未来的苦 现在又现在造作这个苦 因为苦果又造未来的苦因 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的苦果 又产生未来的苦因 其烦恼造业 也就是辗转为因果 明白了这个 对死生的重源而起 已有了恶无药的了解 你先明白 然后想办法 你不明白 你所想的办法 也不是真的办法 解决不了问题 有些还会产生更大的危险 举个例来讲 这个印度很常见 我们这里也很常见 比如说 你想要 你想要全家平安富贵 地藏经里面也有讲 有亲人往生了 或是要出生 你希望这个小孩子 以后平安长大 所以你就杀牛杀羊 酬泄这个神明 结果 你不这样做还好 你这样杀牛杀羊杀生 反而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 那么有些人赚大钱 他希望 他想说 这个是神明保佑我 护恋我 祖先护恋我 让我赚钱的 所以杀牛杀羊去酬神 赚得越多钱 钱越多 奉献的牛羊就越多 富翁可以奉献一千猴 穷人顶多杀一只羊 那羊比较便宜嘛 牛比较贵嘛 那富人就可以杀一千猴 佛头就讲 富无戒指 富无戒指 醉无虚明 你看 这个四最余气 富无戒指 醉无虚明 印度人常常把虚明跟戒指拿来做独义 虚明就是虚明山 世界最高的山 喜马拉雅山 福 戒指 戒指就是最小的种子 最小的种子 那你杀这么多羊 本来是要求福的 一头鸟 献一头鸟 有一头鸟的福报 我献一千头 有一千头的福报 你想要得到像虚明山那样的福报 结果杀了一千头 你不晓得杀生有果报 杀生即省得不到福报 还会产生像虚 你本来要有虚明山那样的福报 所以你杀一千头牛 一千头牛 还要花一千头牛的钱 那么结果福报 没有一颗戒指那样 罪报 睡上虚明山那样 这个叫做得不常识 被盗而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罪 只是因为无知 所以佛法讲 邪见罪最重 破戒 所以你知道你破戒 忏悔 还可以从地域出来 破戒 明明这样不对 你却明明认为这样才对 那么 你很可能一直都推不来 现在还有很多人 在焉共火共的 觉得我烧了这些给这些神 给这些天神 给佛菩萨 供养佛菩萨 他就会赐福给我 虽然没有杀僧 没有增长杀业 但增长什么 增长迷痴 你要解脱就更难了 你以后遇到佛法 你更不容易理解 因为这个因 这个叫做借进去 这个因不是那个故 这样做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得不到这样的作用 你却执走这样做可以 很明显没有因果观念 你却执走这样是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你以后即使有学佛 你大概也会跑妙场 妙天那样的道场 很相信他有神力 他可以赐福给你 高级一点 天神赐福给你 你不知道 所有的福报跟智慧 都是修来的 不是天事的 不是谁给的 自己修的 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虽然很虔诚 只是增长迷痴 虽然花很多钱 用很多时间 用很多心力 都不到你想要的 反而会离佛越远 离道越远 离苦 就是你不能离苦 你会 你离这个乐越远 离苦越近 就是这样 所以政见很重要 八正道 第一个叫政见 有的政见还要想对 政思维 然后你才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带着政见 政思维在生活 叫做政理 政业 政命 然后努力起来加工应用行 常常保持这个政见有政念 然后再加工用行 政念 政电 那么你才可以解决 集中火力 集中火力 增强你的心力 专精思维 那么你就可以离苦 其实这么一套 其实不复杂 佛法不复杂 也没有那么困难 老实讲 我们要离苦 我们要离苦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也没有那么困难 问题是 你没有用对方法 你没有用对方法 就好像爱迪生在发 你看现在电灯泡到处有 制造一个会发亮的电灯泡 不困难 全世界都可以制造 你为什么 你懂的那个原理 可是你知道爱迪生在发明电灯泡的时候 是很困难 用了几千次试验 用什么样 电可以 可以这样 不会烧掉 他用了一千多次 后来发明 对啊 用这个巫师 现在灯亮不一定用巫师灯泡 他有很多这种方法 制造一个灯泡不困难 可是 你还没有灯泡之前 你要认识这个灯泡的原理 怎么样可以制造出一个发亮的电灯泡 那个就不容易 我们要知道怎么离苦 没有人讲的时候 你要知道怎么离苦 不容易 佛陀那个时代 那么多外道都在离苦 都要求解脱 不容易 但是 佛陀发现了之后 告诉我们 我们照着他这样做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真的 就好像 爱迪生以前 要发明电灯泡很不容易 现在 要制造一个电灯泡 没有那么困难 你只要照着他成功的方法去做就可以了 问题是 你不知道这种成功的道路 不知道这种原理 制造灯泡的原理 不知道怎么让他发亮的原理 你还自己在摸索 还用错误的方法 问题是这样 佛陀都跟你讲清楚 你为什么不好好学 然后一直在用一些很奇怪的方法 不是佛说的方法 不是佛说的方法 你不能离苦 你要怪谁 所以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道理 弄清楚 所以他这里讲 众生感到 这个生的苦报 依此业感 那么 生辛苦果 又有烦恼跟业 所以苦与己是互相勾引 互相残扶 也就斩斩为因果 那么你了解这个死生从原己 二要的了解 要知道原己说的主要意义是说 一切的存在都是从因缘而起 原己就是一缘而起 因缘合合而生起 一切的存在 不管是生死的现象 肚子痛 头痛 牙齿痛 谁跟我不好 谁又跟谁怎么样 国家跟国家之间 人民跟人民之间 不管是一种现象 什么样的现象 都是延期的 包括 我们今天来这里上课也是延期的 等一下上课完 各自回家也是延期的 宋朝 转成 元朝 元朝转成明朝 他也是延期的 为什么会有冠状病毒 也是延期的 一切的现象 乃至于 人从生到死 从死到生 一切都是 就是一切的现象 现象是存在的 都是延期的 这个人本来喜欢我 后来不喜欢我 这个人本来爱我 后来不爱我 这个也是延期 那么 凡是延期的 都是有因有缘 你只要把那个因缘找起来 你会快乐 也是延期 你有钱也是延期 你没有钱也是延期 你健康也是延期 你生病还是延期 健康有健康的原因 生病有先病的原因 贫穷有贫穷的因缘 富贵有富贵的因缘 你了解 你就知道 怎么样可以健康 怎么样可以不生病 怎么样可以得富贵 怎么样可以远离贫穷 所以延期是很重要的 好 那因缘也还是从因缘而生 那为什么这个人本来喜欢你 喜欢你是因缘而合的 有延期 那那个人为什么喜欢你 他也还是因缘而合的 好 所以每一个存在的事物 从过去看都是从因缘而生 这个就是果 从这个看到未来 又有影响未来的力量 所以这个也就是因 前因后果 所谓吴免贤 这个是前因 是明色六素 处受爱取有 这个叫做后果 那么再往后面看 那么我们现在的果就是因 又起烦恼又造烟 那么产生未来的生死又是果 所以 这个一般叫做三四两处因果 在这样的见解下 神教的创造 神教的创造说 成为不可能 如果这个是真理 那么 神创造一切世间 那个就不可能 为什么 那神怎么存在 那个 无因 那么神创造了世界 创造了你 那你 你就是个结果 那你这个结果 是因于神的 那么这个就不可能 如果缘起是真理 那么神的创造说 就不可能是真的 如果神的创造说是真的 那么缘起就不是真的 因为一切由神而生起 但神却不是 从因有的 所以神创造的世界 一切都是神决定的 你之所以聪明 你之所以笨 你之所以有钱 你之所以贫囚 神决定的 所以我们早期 中国也是这样 所以 发生灾难 神决定的 赶快跟神祈祷 祈求神的原谅 祈求神的赦允 那么 那么 风说啦 大家都风说啦 大家都快乐啦 感恩佛的 感恩神的事 灾难神 感恩神 那么 大家受灾难啊 灾难来啊 祈求神的原谅 神生气啊 神慕会我们啊 赶快跟神说明 那么 这个是我们早期 现在西方人 其实也是这样的 光源认为 上帝决定 那其实伯法讲 一切都有因的 你的福包 不是神的事 你的灾难 你的痛苦 不是神 神生气的 神迹事先在你的身上 不管你的苦乐 我们以前都认为是神决定的 现在 我们学习佛法知道 不是佛决定 不是菩萨决定 不是神决定 不是天决定 就是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行行 那么 那你说那我们来信佛做什么 都跟佛没关系 都不是佛决定的 那么我们来信佛念佛 拜佛做什么 就会有这种观念 不是 就好像 你自己聪明 不聪明 不是你父母决定的 那你还孝順 父母做什么 不是 因为父母才忧命 因为佛你才知道这些道理 你才知道怎么努力 因为佛你才知道 你要自己努力 那你还不感恩佛 当然要感恩啊 那你念佛 其实感恩佛 念佛 是要从佛 是要学佛 因为佛让我知道这些 佛 我从佛那里得到真理 我从佛那里知道 我有希望可以解脱 所以我感恩佛 你能不能好好活着 活得是不是快乐 当然跟你父母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有你父母 把你生下来 你才有好好活着 这样的权力 那所以你感恩佛女 是这样的 因为佛让你知道 你只要用功 你就可以领苦 知道痛苦的行程怎么样 快乐怎么样永远 虽然佛不能给你快乐 但是佛能够让你知道 怎么样莫得快乐 虽然佛不能消除你的痛苦 但是佛让你知道 怎么样可以消除痛苦 那你还不感恩佛 一切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念佛 是因为我们感恩佛 感恩佛 我们拜佛 是因为我们恭敬佛 有佛 让我们可以以苦而入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他这里 这种是 这种唯因而不从因有的创造者 就是上帝是一切因 苦乐因 但上帝怎么来的 上帝不是因缘有的 我们是因上帝有的 但是上帝因谁而有 上帝自己有 佛法当然从真理来讲 其实不是这样子 所以是非现实的 就是不是我们现实 从现实知道我们怎么来的 从父母来的 那父母怎么来的 父母从父母的 父母从父母的父母来的 那是成成为因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是上帝造的 父母也是上帝造的 父母的父母也是上帝造的 跟我们现实所理解的不一样 这不是啊 那佛法其实就是因缘 因缘 那讲到表面的因缘就是父母 那么根本的因缘就是什么 无名跟贪 那去意思是这样 那符合啊 符合我们现在 我们为什么会不断不断来投胎 就算现在的父母不把你生出来 你有业 所以你还是要找另外一个父母把你生出来 父母不过就是一个因缘 但是表面的因缘跟实在的因缘 那么实际上就是这样 层层因缘这样 不断有相生相续的 所以这个是非现实的 仅是幻想的产物 你想象的而已 不是真的 那么所以佛说生死无死 死就是什么 有一个其实点 那上帝就是那个其实点 不是 说没有一个其实点 拿苦与急来说 苦从急生 急就是什么 夜 急因夜 夜 急烦恼就是急 那么苦从急生 就是从烦恼跟夜 从夜 苦就是生死 生死从夜来 夜从烦恼来 那这个叫做急 那所以从烦恼夜 那烦恼 烦恼跟夜 又让你产生痛苦 那么苦又让你起烦恼跟照夜 就这样 所以苦从急生 急又依苦而起 这样循环 那你说罪先是有苦 还是有烦恼 没有罪先 无明 无明不是 为什么起无明 无明就是因为这个苦 像我们现在 无明原形 不是一开始只有无明 什么都没有 不是 这个无明 是依这个五蕴身 而起的无明 无明是记在哪里 记在全地吗 没有 就是这个身心起无明 就是这个心起无明 那心在哪里 心就是这个五蕴身心的心 你不要以为 无明原形形原始 什么都没有只有无明 那无明在哪里 无明就是这个身心起无明 这个心起无明 那夜 夜在哪里 夜就是这个身心起无明所造的夜 身后一夜还有什么夜 所以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职夜一个无明 没有 这个身心当下起无明 起无明 骂人造夜 这个夜就在这个身心里面 然后起烦恼 那个烦恼就是这个心起烦恼 受苦是这个身心在受苦 就这样了 生死是这个身心在生死 所以哪里来的 就是循环这样 辗转相续来的 如从一点钟到十二点 又从十二点到一点 不能说最初是从何而无明 所以霍夜苦 霍夜苦 它基本上 这个是树的说明 我们会很容易误会 最初有无明 不是 这个无明是 五印身心里面的无明 生死中的无明 五印当中的无明 五印当中的血 五印当中的灭色 就这样 生死 五印当中生死 那么霍夜苦 苦又寝末 你说那最初 最初是什么来的 以下没有最初 所以叫做无始无明 无始探生死 往昔手造诸二月 皆由无始探生死 好 生死的无始相续 就是从缘起的正见中 发现出来 那么佛在古提树下 发现什么 就发现这个缘起 讲细了就是 生死怎么形成 它为什么可以解脱 因为它了解 生死怎么形成 就好像 为什么会发生土石炉 了解了 你就可以去防治土石炉 怎么要让它不产生 很简单 就是这样 佛说缘起 因随机不同 所以有不同的开示 十二支 这十二支只是说的详细 不一定十二支 所以 它说只是说的更完备 所以 从为佛教缘起说的典型而已 所以我们常讲十二缘起 但是不一定要讲到十二支的部分 那么如说 吉与苦也是缘起 就是我们讲的 流转的缘起 苦跟吉 灭跟道也是缘起 黄灭的缘起 那么吉跟苦就是两支 苦跟吉 两支缘起而已 由吉产生苦 就是我们讲的祸月苦 祸跟夜是吉 苦 那两支 三支末月苦 所以烦恼夜苦 三支 两支 苦跟吉 苦有吉 吉又有苦 就生死流转 三支 末月苦 从烦恼起夜 从夜感苦果 又一苦果而生起烦恼 就三支 五支 阿涵经中所常见的就是爱 取有生老病死 爱取有生死 死之后再生 生之后再爱 爱之后再取 取之后再有 然后有之后再生 生之后再死 现在 那 就爱取有生老死 莫收十支 四明色六处促受 爱取有生老病死 莫收十二支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无名形式 明色六处促受 爱取有 好 那么 这个十二支 就是十二分 分 分支 部分 部分 那么在众生生死延续的过程中 观察前后相生的因果系列 而分为十二 那 所以我们讲十二元起 十二元起 古人 古人基本上 就是大饼菩萨这些论识 那 把它叫做奋位元起 因为十二分 分三个阶位 三个阶段 那么 这个其实是从三世 三世就是三个阶位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么分做十二个部分 所以叫做奋位元起 这个是一三世 两重因果来讲 老师说 这样是很有道理的 比较方便解释 生死怎么形成 怎么一直循环 比较方便解释 那我们说过 我们先把这个看完 他说 也唯有如此观察 才能充分说明 生死延续的过程 他说 元起的原则是一 而说明是可以多少不同的 那么 研究起来 这十二支 应该是不同说明的总和 所以也不一定 专依古人的奋位元起 说 那么这个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说 我们一般所知道的 就是十二元起 那么这十二元起 基本上就是一 这个大比佛沙 不过据舍论讲的 三世两重因果 那为世 稍微改良 被人两世一重 但是也差不多是一样 那无能行世 那还有其他的元起说法 夜感元起里面 基本上就是因夜感果 那个叫做夜感元起 有四种元起说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我们先讲这个十二元起 五名元起 行元四 四元银色 银色元六路 六路元处 处元受 受元爱 爱元取 取元有 有元生 生就老病死 悠悲苦难 老死 悠悲苦难 这个是十二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四 十四 那么这个就是苦 我们刚才讲苦即灭大的苦 那要去追究苦到底怎么来 它是怎么形成的 就好像火怎么升起来的 你了解它的原因 你就可以灭火 那么火形成的原因 要有难点 要有温度 然后要有助养的 要有氧气 然后要有火源 那你灭掉它的温度 当然要看它是什么火 那你说它是有温度 你降低它的温度 那火就不会烧 所以用水来降低它的温度 那另外你没有水 你用棉被盖出 让它没有氧气 那么它也会 火也会灭 就是你了解 那个行潜的原因是什么 你就可以解决到它不行 所以重点就在这里 好 那无明 我就说不得是祸 烦恬是厌 这个是一三四两重来讲的 但是有些也不一定这么讲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过去的因 过去 你为什么会有生死 先有过去的厌 过去的因 就是急 那么 这个是 是 到瘦 那么 这个是现在的果 这是五印身心 它有这些瘦 色瘦想形式 这个其实 这个是现在的果 过去的因 形成现在的五印身心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 那这个解释 这个一般解释说 来投胎的那个是 然后进入到母体 然后那个落团 然后慢慢发展成这个身心 那这个有心心所 像这样 但是现在的果 其实就是现在的身心 五印身心 那现在这个五印身心 在取繁老 爱取 爱取有 在取繁老 在造业 这爱取就是 看爱为主 爱 然后直取 然后在造业 就有这个业印 这个是什么 现在 现在造作的因 现在这个繁老业 又这个极 又这个极 又祸跟业 就是未来的 然后就 又 然后现在这个因 在形成什么 未来这个苦果 就用未来的生死 就表 生老死 这个是未来的 现在的因 因在形成未来的果 那这个就变三四两层因果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两层因果 一层 两层 这个叫做三四两 从因果 那么这个方便解释 生死流种 生死怎么形成 方便解释 那一般来讲 都是从因果上来讲 夜感 这个叫夜感缘起 因为夜 因为夜 感召生死 那么现在又造业 又感召未来的生死 叫夜感缘起 那夜感缘起 就是讲因果的 那我们 一般来讲 部派 这个是大比伯沙论里面 比较常讲 强调的 叫做 奋未缘起 这个我们知道 那缘起 部派里面 我们这里稍微说明一下 先简单讲一下 时间快到了 缘起 后面也会讲 他基本上 部派的 那么跟大乘的 他部派的 部派的缘起 基本上 就是从因果上来讲 那么重点 第一个是刹那缘起 刹那 刹那缘起 然后奋未缘起 联夫缘起 这三个都是从因果的前后观世来讲 这个是从三世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十二缘起 分位缘起 联夫缘起是因果的前后 这个是三世 因果的前后是相连的 没有间断的 远起就是 他有间断 他是 可能 这一次照的因 不一定是下一次 可能隔几百世几千世 他才会产生果 这不一定 那这个是因果 因果直接的前 那这个是因果中 当天分三世 那 刹那是 一刹那中就有十二缘起 这个比较不一样 这三个基本上都是因果的前后观世 有间断没间断 是三世或很多世 或是一世 那这个是部派里面的 所谓的 不同的缘起 但主要 主要我们讲这个 分位缘起 主要是这个 现在讲的十二缘起 这个 比较好说明 说明 生死怎么形成 三世怎么流走 那么大圣讲的缘起 后面会员 大圣讲的缘起 主要也有四种 主要有四种 其他三种 就是我们讲的大圣三系 在第几节节 等下我们再来看 先简单说明 下次再讲 第一个就是 我们讲的信空缘起 中观强调的信空缘起 那么维世强调的阿赖也缘起 阿赖也缘起 生死跟涅槃 不是因为有阿赖也 另外 如来藏强调的如来藏缘起 就是中观维世如来藏 那么 你会有生死 是因为你的如来藏被灰浮盖 那你可以成佛 那是因为你的如来藏 你本来就具体的一切功德 另外还有一个 《中国华元经》里面 特别强调的法界缘起 一法一切法为原 一切法一法为原 就这个法界缘起 还有强调这样的 那这大概就是 一般我们在佛教里面 那么比较常说的 那秘教也有秘教讲的六大元旗 一直有谋空式 那个是秘教讲的六大元旗 秘教另外讲六大元旗 这个是秘教 秘教有特别也有讲到 但是这个秘教有可能是 那他是哪一大元我不晓得 他特别也有讲到所谓的六大元旗 地水往空空式 但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 戊派里面的四种元旗 跟大圣里面的四种元旗 那这个后面都会有 那大圣里面讲的这三个 这个信空元旗 阿拉也元旗 如来藏也元旗 这个在后面大圣不共法里面有 那我们后面下几个再来讲 时间到 大家 鼓掌鼓掌 愿以此功德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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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鼓掌鼓掌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皆供臣佛道 好 说一句句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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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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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